新著名發展協會參訪團 這是徐春英領隊 在二零一八年到中國交流 會見雲南台辦主任張朝德 中國媒體寫到 徐春英說一踏入祖國大陸 就倍感親切和溫暖 新著名子女要增強 對祖國大陸認同 徐春英長期跟對岸巨統戰 色彩單位人士互動 現在不排除列入 民眾黨不分區立水諷刺 柯文哲如果要強調 外籍配偶代表性 為何不是提名人數 最多的越南籍 反而選了中國 而且依據兩岸關係條例規定 中佩要擁有我國身份證 必須放棄戶籍 單位要求放棄國籍 徐春英恐怕有雙重國籍疑慮 我們中央民國政府的立場 我們並不承認 中央人民共和國的國籍 所以也並沒有說去要求 他們放棄國籍這個問題 因為中央人民共和國的國籍 代表你是否在效忠 對中央人民共和國有忠誠 資深媒體人黃偉瀚 出示徐春英聲明 他強調自己並非共產黨員 也放棄對岸戶籍和護照 我進出大陸使用都是台胞證 我拿的是台灣的身份證 放棄大陸的護照 是不是就等同放棄大陸的國籍 徐春英聲明也強調 他絕對沒有發表主張統一言論 但是 中國媒體在中共十九大時 採訪徐春英 他說希望兩岸加快統一步伐 明顯和聲明矛盾 到底哪個才是徐春英真心話 在推薦部門區立委的過程當中 希望能夠考量到國家安全的維護 徐春英促同言行引發疑慮 現在又陷入雙重國籍爭議 科威者要他自己辯護 但面對質疑徐春英本人電話未開機 至今沒有出面說清楚 在那些環節約會不會太會參謀到